中华民国108年元旦 升旗典礼 典礼开始 主席就位 全体肃力唱国歌 主席就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升旗 向国旗敬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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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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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多進入我們台灣各橋社的活動 或參加 這樣子對我們這個台橋的力量恐怖 是非常有作用的 也可以做到這個傳承的精神 因為說實在的 現在各社團都銜接不上 就是因為這很多年輕人沒有進入 所以我是希望各位家長多用心有沒有 多教教你們的小孩 能多跟我們台灣社團多接觸 那在這一次活動 雖然是短短倉促的時間 今天很感謝各位 各社團的領導人物 就是各會長積極的配合幫忙 才讓我們今天這個活動辦得非常順利 那尤其是榮光會 他利用這個會費來贊助會員 讓會員能多參加 所以我看到我非常感慨 我也很遺憾就是說當初我在做 台灣商會會長的時候沒有做這件事 這是值得效仿的 因為說實在今天要讓一個會員來認同你的社團組織 就是你也要多想想你會員的福利 我是希望看明年如果能各社團能像榮光會這樣跟進 這樣贊助你們的會員免費參加 你們大家說好不好 那有人會問我說 在很多社團 這個都有重疊的問題 因為說實在的 今天這個會費是由各會員所交的 所以這福利回饋這會員是應該的 假如說有一個人 他有參加四個會 那應該讓他有四個名額免費 例如說帶他太太 帶他小孩 或帶他朋友 讓這個活動能辦得更好 你們認為這樣好不好 是希望明年喔 這個社團能像榮光會這樣子 來贊助會員踴躍來參加 也非常謝謝各位 在此一同來慶祝我們中華民國元旦的升旗典禮 謝謝各位 公讀總統元旦的賀詞 現在我來公讀這個總統賀詞 總統首先祝福所有當選的縣市長 在未來的工作崗位上 能夠順利平安 選後就是社會 重新鄰居團結的時候 2019年的國際變局挑戰 更加嚴峻多變 他的責任就是在不確定中 為台灣找群生存發展空間 那類格全力解決五缺問題 未來三年會有具體行動方案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 總統說 九合一大選的確是 對執政者的嚴厲檢驗 但不代表台灣民意想放棄主權 在台灣主體性上做出退讓 我們不反對兩岸正常的互動 我們更不反對兩岸間的城市交流 不過兩岸之間的交流要健康 要正常 不能靠模糊的政治前提 或是強迫就範的通關密語 兩岸之間需要的是 務實理解雙方在價值 信仰生活方式 跟政治體制上面的根本差異 在這裡我們呼籲中國 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台灣存在的事實 必須尊重兩千三百萬人民 對自由民主的堅持 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 來處理我們之間的歧義 也必須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權的 公權力機構坐下來談 總統說這四個必須才是兩岸關係 是否能夠正向發展的關鍵基礎 以上這是總統的元旦談話 謝謝 李誠 現在已經旅程 大會準備了茶水還有便當 所以我們只能在這裡 我們走心走 那讓我們還是要寬美